韩国前段时间高调宣传自己的KF-21 说什么五代机已经收飞了 感觉自己又无敌了 咱且不说他那个玩意儿到底是不是五代机啊 那自己的空军咋来的心里没点数吗 最开始的韩国空军呢 那完全就可以用一句话改过 叫人才引大 今天就给大伙介绍一下 韩国的空军创始人之一 青木根锡 本名叫做李根锡 是一名狂热的二鬼子 1917年那时候他出生在屏上 他爷爷叫郑祥烈 他呢在家里排老六 因为本籍是随安理事的 所以他姓李 1933年的时候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去日本了 1935年他作为日本陆军少年飞行兵第二期的学员 进入了飞行学校 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考试的朝鲜人 所以当时就把他当成日韩一体的象征 一顿宣传一顿摧 1938年这小子加入了日本陆军第64飞行队 这个时候他是在中国跟随日军进行轰炸的 1939年他又参与了诺蒙侃事件的战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是第77飞行战队的第二中队的一个草长 也就是士官 当时是在缅甸作战 1941年12月25日 执行护航任务的时候被击落了 这个货倒霉 跳伞的时候挂树上 被英国人给俘虏了 成为了缅甸开战以来 首个被俘的日军战斗机飞行员 就你看他 每次出名那都是大名 被俘以后 他自己用了个假名 叫做青木黄 因为日本人崇尚五十道径是吗 作战的时候都喜欢装毒子 不带降落伞 一旦被击落 那就连人带飞机找个目标 嘎往上一撞 俗称重爆 他被击落的时候 就是给两个日军重爆护航的 但是很多日军被俘以后 怕家属受牵连 就都说假名 所以说他也就整了个假名 被俘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刚刚开始十七一天 随后就把他送到印度的战斗营去了 日本人还以为他丢了你 一顿找我 到1942年 日军攻占仰光 在附近的倒铁里 才发现了他的飞机三海 核对完编号以后 当时就认为他应勇地战死了 并且宣布 他的飞行生涯总战绩 是击落战绩18架 具体击落多少架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他当时出现的时候 就是被宣传的典型嘛 被俘以后 因为他的军衔比较高 英国人就让他协助管理监狱 但是这货不老实 那简直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 带着日本战俘闹事 英国人也没惯着他 把他拉到操场上一顿胖揍 1945年 作为死硬分子 看不上他们 打完三哥三哥也不能惯着他呀 就把他们扔到了 帕劳群岛一个月 到1946年6月份 被遣送回去了 当时美国人就看上 这个朝鲜级的日军了 因为他经常带头闹事 有点影响力 以后可以用 等他回到南朝鲜以后 就开始参加韩国空军的建设 然后简直就是平步青云 做火箭都没太快 1948年4月份 加入的韩国步兵学校 五一就毕业了 然后加入警备士官学校 5月14日又毕业了 成为韩国第三个空军少尉 编号50003 我就问这个速度还有谁 要是没有美国人支持他 他凭啥呀 然后一年的时间 他从少尉直接就变成大校 1948年10月份 里根锡成为了 韩国空军士官学校的校长 大伙是不是得行 这还得是游两下子 这人得会点啥 要不然就有人捧 也不能升这么快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就会装啥也不是 1950年6月25日 长沿战争爆发 当时韩国空军只有 L4的侦察机和T6的教练机 美国又给他们拿了 10架的F-5LD也码 因为来的比较晚 天气也不好 在日本那时候就一直停着呢 到7月2号才开始训练 他就带着9个飞行员 进行了简单的骑将训练 也不顾美军的反对 就要带队出去干去 见到金正烈要求出击 金正烈是韩国空军参谋总长 金正烈给他好顿棒呀 竟然让他多飞一天 就这个脑回路 我也是没看明白 就哪怕你以前是飞行员 那你说你这么安逸 那是飞机呀 那你以前也没碰过这个型号 你能摸过来就要出去干 那左翁那是啥 7月3日 这一群老精神兵就开始出击了 第一天没看见眼神 第二天在安仰的上空 和人民军的空军 短暂的交战之后 人民军退了 然后这小子就有点忘乎所以了 开始袭击南下的人民军战车去了 结果 这个货在低空飞行的时候 被高炮就给卖下来了 当场就干了 更搞笑的是 韩国军队对着飞机残骸一顿挖掘 最后就找到了他的大金牙 其他的全变成灰的 你就说他厉不厉害吧 就这战绩啊 太平洋出场17天被俘 长远战争出场第二次就嘎 但是该说不说人家很神奇啊 死后被埋到国立显中院了 就是国家公务 好家伙这里面一堆二鬼子 然后呢还被追赠太极武功勋章 还被称为战争英雄 到2015年的时候 还给他设计发行了纪念邮票 所以说你看 说现在韩国亲日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你说他都给二鬼子设计邮票了 还有啥不可能 至于他们说的五代机空军无敌啥的 卡肯德嘞 对于OK棒来说 能找到大金牙 这都算万幸了